食安的问题层出不穷 又一个 这是大名鼎鼎的王品集团 旗下的元烧日式烧肉餐厅 里面的美国非类牛肉 被验出含有瘦肉精 奇帕特罗 这款瘦肉精在台湾是不准验出的 主要是因为它的毒性 比莱克多巴胺强十倍 目前元烧采取了紧急措施 全台湾22家分店先行下架 11月1号开始 凭发票退货 但是这批问题牛肉有33公斤 已经被台湾民众施下肚 也就是说政府力推的 三管五卡破功了 卫福部表示 对于这个上游的 美服务公司的牛肉呢 是采取抽批抽检 而不是逐批抽检 也就是说我们的房检 出现了这么一个大漏洞 鲜嫩牛肉烤的滋滋作响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但王品集团旗下 知名的元烧日式烧肉店 金爆店内使用的 美国非力牛 被验出含有国内禁用的 瘦肉精 奇帕特罗 这一块肉属于单点的品项 99.9%的客人 都是选择套餐性的 那我们这一块肉呢 客人点的非常的少 平均一天下来不到一个 一组客人点这一块肉 王品集团澄清 卖出的量不多 目前问题肉品 全台22家分店已先下架 根据统计 王品进货瘦肉精美牛 346公斤 退回美服公司 276.53公斤 厨房试吃消耗 36.47公斤 而卖给消费者的有33公斤 大约330份瘦肉精牛肉 已被吃下肚 外国进口肉品 政府力推三管五卡 却再度破功 虽然边境有查验瘦肉精 但才抽批抽验 而非逐批抽验 遭質疑 这是一个大漏洞 美服他没办法确定 这个两批的肉是哪一批 所以新北市就把这两批 全部都封存了 全部要求它下架回收 那这两批有一批 有一批的部分 它是属于加强抽批的部分 这回王品牛肉被验出的瘦肉精 奇帕特罗 在国内不得检出 毒性里莱克多巴胺多十倍 大量的暴露化 可能会造成血压上升 心跳变快心悸 标榜品质第一的王品集团 竟然引进瘦肉精牛肉 食安风暴 食品龙头再一次重挫民众信心 记者范介文 烧鱼米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